HELLO 我是BOLAM 又又又到了我们的看楼团 今天我们就会远一点来 这个属于中部的Darby这个地方 我们山长水远地由修咸顿过来 大概三四个小时左右 Darby是在East Midland 它的楼价应该会比较便宜 因为它不是属于一些大的城市 今天我们就会看三四间的发展箱左右 但可能因为太长了 所以分造上下集 看看如何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 我们第一个去看的发展箱 就是叫Red Road 我们也是有订阅才去看的 可以先看楼盘附近的环境 今天天气都挺好的 不错 没什么下雨 你可以看到附近都是住宅区 这个就是我们三房的外观 第一间看的 它是一间三房的示范单位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它给我的catalog 都是没有标价的 提我说 这间发展箱 它是不会给你实物的catalog 它是只会email给你的价钱 相关资料 这样的 左边的进来就是一个厅 它是有四线门的窗 我会说是一个正常的客厅 size 没什么特别 但是光度来说 应该也不会太够了 因为它始终只有一边窗 而今天又算是一个晴天 它也是需要开灯才会亮一点的 大门口进来右边也有一道门 那里面就是客厅 那客厅有一个小的窗在上面 就少一点会装进来 一个普通的洗手盆 但是没有镜子 那直进来就会是这个dining room 和kitchen的部分 那楼梯下面也有一个储物空间 那又是去厨房的部分 那厨房呢 其实一进来 整个感觉是很舒服的 因为你可以 就这样就看到外面的花园的景况 那它就放了一张六人的桌 那其实你强行都可以变成八人的 那后面也还有位置去放些柜子 就看完厨房的部分 那就有一个单门的雪柜 但是其实我自己一般的喜欢这么深色 如果去做淺色一点的家具就好了 双焗炉 贵吧 那它应该就是没有洗碗 那它应该就是没有洗碗碟机的 那它右手边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cobot 给你去摆东西的 而且它也是搭配颜色的 其实整个感觉看上去都不错的 除了我觉得深色了一点之外 那它出去露台那道门呢 都不会太窄的 两个我都应该可以出去的 那再看看呢 其实厨房有一栋门在里面的 那就是给你继续洗衣机的 那我们就可以上楼上看看 那我觉得它的楼梯呢 也是偏直的 有点累的 走上去 那它的楼梯呢 都会有一个窗在里面的 那这个是我之前都没有见过的设计 那就是有三个房子 最左边呢 就是这个洗手间 那它是做了一个浴缸的 有半块玻璃擋住的 那有两线门的窗 都挺光的 那最好的就是这个柜 这个柜是难得见到的好设计 因为它两边的光源是很好的 就是平均地照在你的面上 很适合化妆 那就会有暖管啦 那它的厕所里面呢 还有一道门 就是一个储物空间来的 那我就比较好奇 会不会都比较潮湿呢 这个柜 很适合 厕所旁边呢 就是第一个房子 那它应该就是主人房啦 那它应该就是主人房啦 看得进去都挺大的 有三线的窗啦 还有做了一个 三道门这么大的镜柜 这个衣柜 真的挺大的 这个衣柜 可以通过去的 不过那些价钱呢 好像不包括这些傢俱的 正常商人床啦 但是 它是摆桌的话 都真的要想一想在哪里 看这个主人房的厕所 那呢 它这次呢 就没有那两盏灯啦 但是呢 它也做了一个镜柜 的 那就比较方便啦 有很多储物的空间 你平时的那些皮肌 都可以放进去 正正常上厕所啦 但它还做了这个洗手盆的柜 就更多的储物空间 棋柜 棋柜 棋柜都不会很窄的 那就看第二 咦 有门在中间 那就是放一个火锅 真的看第二个房子 第二个房子 看起来也宽落的 放到一个商人床啦 有三线的窗 我觉得算是比较光的啦 那它这里呢 也做了一个衣柜 在里面的 那就不用担心 没有位置放衣 那衣柜也很大 那还可以放到这个房子 那还可以放到这些房子 那就是看第三个房子 那第三个房子呢 其实 单人床都一定可以放到的了 那你看到单人床之后 都可以放到床头柜的 那衣柜也放到啦 如果这个櫃不放的话 你可以放到书桌也一定可以 那它有一个两线门的窗啦 我觉得这个单人房其实也不算太小 真的算是这样 那就说一说我自己对这个单位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 三房单位来说 我觉得空间运用也是不错的 但是就不知道多少钱啦 因为它没有准备给我们啦 那知道之后呢 我会再放在这里 告诉大家 那就过去看那些四房的单位先啦 这个呢就是第二间 四房的外观 看完这个四房的单位 它是一个四房的detached 那价钱呢 就是382K左右的 那进到来呢 的右手边呢 就可以看到门了 那打开呢 它里面就是客厅啦 那客厅呢 那客厅呢 这次的洗手盆呢 就大一点了 而且它会有一个半身的镜在里的 非常之好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厕所可以没有镜 下面呢 也做了一个洗手盆的櫃的 就可以放一些厕纸在里的 那它上面和旁边一样 都是会有一个小窗的 左手边呢 就是客厅的部分 那它有一个bay window 在里的 那我都真的挺喜欢这些bay window 看上去的感觉都漂亮一点 大一点的客厅 这个就是 因为始终它也是一个大一点的单位 那楼梯底下呢 都做了一道长方形的门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比较矮的储物空间 但是呢 它就做了一个帅仔一点的门 就不是打斜的 都是长方形的 那再进去呢 就是这个dining room和kitchen的部分 那它是分开了dining room dining room 它就放了这个六人的餐桌 那边呢 它就会撥入了这个kitchen 我刚才就说 不喜欢刚才那间是黑乱乱 这间中间是白乱乱 淺色一点 好看一点 那这个也是一个单门冰箱 啦 双焗炉的 接着之后 就有抽烟机 和四个爐头 櫂 櫂 它的櫂都很好 有分架给你 櫂 全部都是櫂 终于到洗碗碟机了 洗碗碟机 通常都要在一个洗室盘附近的 始终要入水嘛 接着右手边呢 也是有一个大的couple 给你的 这个我也是搭配 一个浅色的木 这样 那就到这个 切割了做island的部分 也是有一些櫃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切东西 多一个活动工作空间 接着就到这个 穿出去花园的部分 那也是啦 门就不会太窄 那也是有一道门仔 就是用来放洗衣机的 接着就可以上去看看 这次楼梯就不太直了 但是它也有一个窗 那就可以给点光进来 就可以亮点 因为它上面没有做到灯的 它楼底比较高 所以是挺需要这个窗的 那它左手边呢 就是第一间房了 那第一间房呢 就是 小一点的房 不知为什么我弟弟在这里 那就可以摆到一个 单人床 或者梳化床 可以用来做客房的 那它衣柜呢 就真的摆不到的了 但是也可以摆到桌子 二选一 那下一间房 第二间 就是主人房 那主人房呢 它做了一个Bay window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Bay window 放一个书桌 或者这里你也可以转做书桌 那它也是可以摆到衣柜的 它做了一个三门的衣柜 那就可以看看主人房的厕所 好了 厕所呢 就有一个窗 有个暖管在那里 洗手盘也有做到柜桶 还有也是镜柜 也是没有两盏灯在那里照的 棋缸 那中间呢 那中间呢 又是这个 放杯拿的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去柱物 或者放些衣服 在那里浪 都会干得快些 第三间房 我觉得都挺大的 而且挺光明 它也是有一个三线的窗 三线门的窗 我不知为什么它要照着镜子睡觉 那商人床 衣柜 桌子 桌子 书桌子 书桌子 不是书桌子 床头都放到的 衣柜都放到的 那位置呢 你应该都可以用来放到书桌子 都不算太小的 这个单人房 到厕所了 厕所呢 就做了一个浴缸 浴缸呢 也是半道玻璃门的 有窗 马桶 暖管 这个镜柜呢 又是有灯管的 我觉得第二间的四房的空间 反而没有第一间的三房那么好的 来到最后一间 也是四房 的外观 来到这个发展商的最后一个示范单位 它也是一个四房的示范单位 但是就大一点 它的价钱是410k左右 一打开 已经可以感觉到是大一点 左边就是它的客厅 它有四个窗 那么多 那 而且呢 它真的闻得非常多 一看下去 它还做了一个 假的火炉 在那里 这个假的火炉 而且呢 它的颜色呢 配得挺好 比较浅色 我喜欢这间屋的风格 那 那大门的正前方呢 就是会去到这个 dining room 和kitchen的部分 那其实呢 不可以叫做dining room 我直接觉得 它的living room 它的厅 都是在这里 因为它是超级大 那这个穿过去花园的门呢 都不是说很窄那些门 都是过到去的 1.5个我啦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就看厨房的部分 它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呢 它这个颜色呢 有点绿绿的油奶奶的 什么颜色呢 它这个颜色呢 这个颜色呢 这个颜色呢 也是 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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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碗碟机 接着呢 在这里呢 是做了一个 电磁炉的 和它这个抽油烟机 也是有的 双焗炉 这个酱油柜很好啊 拉出来 你就可以插上它们 在洞里面 单门冰箱 我经常都觉得 这个櫃应该要向上拉的 那旁边呢 就会是这个 lutinity room 它就可以放到 这个干衣机 和洗衣机 我不知道外面是通去哪里 不知道是通去garage 还是通去花园 那里面 那里面还有一扇门 那就是楼梯底的空间 但是也挺好 它是做了一扇长方形的门 就不会斜角 这样看上去 没有那么好看 门口的右手边呢 就会是客廁 其实客廁挺大 挺光明的 它做了这个大小小的窗 那这个洗手盆呢 那这个洗手盆呢 也是有半身镜的 马桶啦 都算大的这个洗手盆 我妈妈刚才说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这个大门口 进来呢 其实是没有位置 让你放鞋的 要自己想一下鞋解 应该放在哪里 上去看看环境是怎样 这个楼梯呢 都是上得比较辛苦的楼梯 左边有两间房 看了最左边这个 主人房先 它是超级无敌 极度大 你可以看到 跟刚才的感觉完全不同 那这个衣柜呢 就偷了一点点来做个楼梯 但是也是很大的了 是一个四门的衣柜 那旁边呢 还放到一张楼梯 这里呢 其实你想放什么都可以 你看看 它那个床头柜 两边 都还是有空位的 那就先看看这个厕所 厕所 厕所也是有窗的 马桶 暖管 棋缸 没什么特别 洗手盆呢 都是大洗手盆 来的 就不会说是小小的 那些 但是它的镜柜呢 今次就做了一个单门 不是两边都可以打开那些 那就可以去看第二个房了 第二个房呢 都很大的 放到衣柜啦 雙人床 有两扇门的窗 那它也有摆到一个桌子 在这里 那这个衣柜呢 你可以换做大的那些 但是桌子方面呢 那一张椅呢 你要有空间 给它摆 所以要 plan plan 怎样摆这个桌子 比较好 那就去看第三间房了 第三间是一间单人房 但其实它也不是太小的 放了一个单人床 之后呢 当然你也可以放梳化床 那呢 你这里可以放衣柜啦 衣柜旁边 其实可以放到桌子 要自己想想 接着就到厕所了 厕所是很大的 空间很多 浴缸啦 做了半度的玻璃门 有镜柜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次的镜柜呢 没有做了两盏灯在旁边呢 那洗手盆呢 都没有做一个櫃在下面 那它有窗的啦 那玻璃呢 都放在厕所里面 是比较少见的 看看第四间房啦 第四间房都很大 你看到它的衣柜就知道它有多大 左边还可以放一个櫃 雙人床啦 那衣柜都很深的 你看看 那绝对是可以放到一张桌子 唯一不好的呢 是我觉得楼梯好像可以随时滑下去 这间四房呢 其实都很不错的了 可惜暂时这个moment呢 我不知道它的价钱是如何 但是如果你说 它和三房的价钱是差很远的话 我觉得三房都真的挺好的 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就给个like 我和subscribe我channel啦 有什么想我拍的话 就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条片见 bye